上海独家直击陆元琪探夫类崩16岁儿瞬间长大大电灯几乎母妹。 陆元琪昨在上海带着儿女圆夜圆容三度探望完仍因脑溢血昏迷的圆为人后,在五位杂陈,在舍不得母子三人因为工作和学院,还时的搭击飞回台湾。 昨天傍晚现身上海浦东机场的陆元琪看起来轻飘飘的,原来因为根本没睡觉,整个人几乎慌慎,而16岁的儿子原一瞬间长大,他担心妈妈在还没回台湾前垮掉,从护照登机证到行李,什么都不让他拿。 在机场一看到记者靠近问敏感问题,马上相保镖一样护卫妈妈和妹妹。 陆元琪感动极了,我再也不需要单打独斗地面对这个恐怖的世界,陆小琪的人生里,有多久没有一个男人这么慢地牵住保护住了。 陆元琪在原为人倒下后急奔上海,无论是受访时直言潜伏是他人生中严厉的监考官,或是在私人脸书发文欠我的记得醒来还我,信力善感的心绪都触动人心。 连音乐人许常得都感动写下,小胖,你真的真的只要醒来独入元琪的这封信,原来人生只能阅读。 只能体会,只能爱我们曾经的经历。 而他结束三天二夜的上海行后,凌晨再度发文,提到快到浦东机场时,原意对他说,妈咪,我们到机场了,你现在要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先留在这里,然后我们人回到台湾要赶紧调整好我们的生活,你不要再想这几天的事,不然你会无法工作。 等一下如果遇到记者,你就好好跟着我,我来回答就好,你好好走路。 陆元琪写道,他说他做好了随时飞来上海的准备,叫我不要担心。 他牵住我走,护照登机证什么都不让我拿,他知道我恍神,他知道我的心情,他知道这个妈咪需要被照顾。 遇到记者,他牵住我快不走,他回答的简单名料跟坚定。 我再也不需要单打独斗地面对这个恐怖的世界,陆小琪的人生里,有多久没有一个男人这么慢地牵住保护住了?原意,原荣,谢谢你们美好的存在。 他还说原意,原意,原意好有肩膀,他照顾住我跟妹头。 前天妹妹的头一直被麦克风还有摄影机打到哥哥二话不说的一把牵起妹头往旁边拉过去,今天也是一直牵住我。 我们回来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心情上课跟工作,但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谢谢孩子们的奶奶跟姑姑,谢谢他们的体谅,谢谢他们鼓励我们回来,好好工作跟上学。 混乱的思绪要快快调整好啊。 高大的原意懂得保护妈妈和妹妹,但心思遗传父母的财气和信力,他也在脸书写道,在两万多英尺的高空中,一边看着身边陌生人手中的报纸,全都是你的照片耳机放住,寻人启事,字字句句都让我忍不住泪睡,脑中响的全是离开家户病房跟保全叮咛的话语。 此时的我才发现我有多不想回家。 还记得以前你常常对我说的There's no place like found out but each other's want to stay with you。 每个人的人生就像是一本书,只是这也比较难理解,难体会。 谢谢每个参与我故事的你们,这几天真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照顾我们,关心我们的大家。 请大家放心我相信这也很快就会读完的。